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生去哪儿啊 这手机是不是刚才那女孩调的 可能是吧 这怎么办呀 在这儿等她 在这儿等啊 对 那她又不回来呢 等 这样吧 你下去等 我还拉活呢 我让你等你就等呗 我让你等你就等呗 把表搭起来吧 要不我们追吧 可能也没走多远 好不好 不用 就在这儿等她回来 好好好 等等等 那我搭表了啊 嗯 好 等了也要拉不来啊 一会儿我给你加一百块钱 哎 师傅 我刚才坐你的车 手机掉在你车里了 可算回来 这位先生捡到了 特地在这儿等你 啊 我 你的呢 对不起 抱一下你的电话号码 158 8760 6998 响了 我给你 谢谢 再见 走吧 师傅 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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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送回去 送回去 有没有人陪 有 去吧 是 醒了 醒了 衣裳 我进去了 你不说我也知道 李强了 李强她没了 我刚刚去看她的时候 我就在心里面 默默地祷告 我说 上天哪 如果你真的 愿意让李强留下来 就快点让她醒来吧 如果你不愿意 你就快点带她走 别再折磨她了 结果 结果 结果警报真的响了 李强 就这么没了 没了 嫂子 李强是英雄 她是你们的英雄 不是我们的 嫂子 你不要叫我嫂子 你欺骗了我们 你说她两年之后 就会回来跟我们团聚 可她没了 结婚的时候 结婚的时候 我就跟她说过 无论她的工作 有多么危险 都一定要跟我说实话 她亲口答应我的 结果她不信任我 也不信任孩子 这五年 她从来都没有关心过 照顾过我们 她在你们心里面 也许是个英雄 可她不是个好账 不是个好爸 我和依然 不会原谅她的 嫂子 你不要说了 我跟依然 永远都不会原谅她的 我 知道我为什么带你回来了 因为你有病嘛 有病就得治是不是 我带你回来就是给你治病了 知道 你自己得的什么病吗 贱 贱病 快 不知道 知道 贱病该怎么治吗 就是打 往死心里边打 好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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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打完以后该怎么办了 不知道啊 生病就结束了 病也就好了 这是叫 穿过你的黑发 你的手 你想多温柔 就多温柔 你怎么来了 谁让你随便进来的 东哥让我来的 东哥是谁啊 不认识 不认识 那我一会儿帮你介绍一下 你到底想怎么着 把它放了 我要不放呢 你要不放呢 一会儿东哥回来了以后 看你没按他的意思办 泡妞呢 我估计你会很惨 是你说的 不让我跟着你呢 我不承认啊 我没说过 我说你为了泡妞不管我了 你会这么说 会 东哥在楼上呢 好 赶紧把晓星收起来 小楠 哥 你们俩都在呢 这是谁 这是那个 我女朋友 叫东哥 东哥 东哥 我先送她回去 赶紧我再来找你 好 你干吗呢 没干吗 这椅子干吗用的 坐 坐呢 生子给我 哥 坐在我看看 坐在我看看 我看你哥 别别别别 我没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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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吧 打算抱紧吗 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了 谢谢 那我请你喝杯茶 可以吗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做生意的 你不是做生意的 你错了我是做生意的 只是我的合作伙伴 这儿有点问题 所以才会干出刚才那种事 只是觉得有点好奇 好奇什么 好奇你这个人 和你做的生意 是出于你的职业本能吗 你为什么会这么问 因为你的好奇心让我觉得 你的职业应该跟心理研究有关系 怎么了 怎么了 我很佩服你的直觉 那就是说我的直觉对了 我是一个心理医生 但是不想干了 早就不应该干了 你为什么会这么问 目前中国还没有多少人 关注心理健康啊 我还以为 你只是一身狭气 狭气 我一身狭气 就是因为我帮你解围 不是 是因为你这个人 很特别 总是一副特立独行的架势 装孙子呢 我喜欢你 你叫什么名字 安清 你呢 丁少华 头儿 没什么事别来烦我 让我一个人静一下 还来烦我 还来烦我 赵队 你好 我叫韩雪晴 从部里来的 尹局长派我来参加李强同志的追导会 你好 苏哥 带他去折腾休息 人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刚才就想跟你说这事呢 不用招队 我不累 我想先了解一下李强同志的情况 李强是什么时候做的卧底 今年有多大岁数 在做卧底之前他在哪儿都做 等等 你刚说你叫什么名字 韩雪晴 你现在问这些事干什么 也许他对你很重要 可我现在没心情 也不愿意说 苏哥 带他去休息 是 走吧 先走了 安静 找我来干吗 找你来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么严肃什么事啊 你觉得我怎么样 当然好 好了 你是全天下男人女人都爱的大宝贝 有什么事快说 别吞吞吐吐吐的 我遇到一个 很不一样的男人 我觉得我可能爱上他了 真的 安静 快来快来 跟我好好说说说说 安静 你知道吗 你真的应该好好地谈一场恋爱了 他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你就说你爱上他了 这是不是应该叫一见钟情啊 长得帅不帅 说嘛 很特别 是我喜欢的那种 你喜欢的是哪种啊 好了好了 真的别问了 八字还没一瓶 我找你来 是想跟你商量商量事情 我读书的时候 学的是心理学 所以毕业以后 才这么求爹爹高奶奶地 开了这家诊所 开了有四年吧 来得不到十个人 我是不是很失败啊 我正在怀疑 你 我学的东西是否有用 怀疑自己的存在的价值 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女人最起码还比男人多个选择呢 可以嫁个好老公啊 好老公 什么叫好老公 有钱人啊 住在郊区的别墅里面 指挥着保姆做这个做那个 然后跟差不多的女人去打麻将 聊天 斯巴 游泳 然后在家乖乖等老公回来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看到自己慢慢地老去 这种日子太可怕了 我绝对不要这样的生活 那你要什么样的生活啊 我也没想好 安清 不管做什么选择 一定都要谨慎 千万不要鲁莽 好 放心吧 走吧 做美容去 轻松轻松 不去了 你去吧 约人了 没有啊 你去吧啊 那我就不妨碍你了 我走了啊 吃完美容 晚餐一起吃饭吧 好吧 拜拜 喂 你好 我 丁晓风 晚上等我 我让你做出一个选择 什么选择 见面对手 再见 特别 嗯 嗯 听说你们队伍走了一个啊 叫李强是不是 这哥们我见过 是条汉子 怎么 承受不了了 咱们可不是在街上抓毛贼啊 这是打仗 要打上就会有牺牲啊 就像当年打越战 我上局一个牌回来两个 上局一个连的回来四个 怎么着 就不打了 不行啊 兄弟 要打仗就会有牺牲 得坚持一直坚持到胜利 知道吗 你要实在不行啊 就脱了这身制服 回家等 别看了 老杜 你叫什么 这么久了还不知道我叫什么 杜之国 你怎么确定 我回来 因为你好奇 还有呢 好奇之后 就是深入 深入之后 你可能会爱上我 那你呢 我什么 我爱上你以后 你会怎么样 我会带你走 带我走 对 这就是我让你做的选择 去哪儿 开药 去那干什么 活着 在这儿不是也是活着吗 人挪活树挪死 其实换个地方 也没什么不好啊 太突然了 我得好好考虑一下 好 我等你结果 好 小猴子 你没有给他警察丢脸 好样的 走吧 去看看李强家属 巨老 你们先去吧 我想在这儿待会儿 做造型呢 生前见不得过 走了也不能见过 李强原本是个 爱说爱笑的人 为四五年他太孤单了 我想留下来 和他说好话 好吗 李强同志 一路走好 一路走好 架里是不用牵挂好 我们会处理好的 敬礼 廉强 你 李强 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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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走了 跟着我 你会有一个全新的身份 会改变你的生活 我们一起开一个更大的场景 我离开这个地方 弹哥 你一直看 将最后再办你的事 好 东哥 等我十分钟 记住了 我们还要赶路 我看这小子疯了 你干嘛这么干的吗 你干嘛这么干的吗 嗯 你还有八分这个事情 哥 你说这小子是不是有病啊 哪没女人非盯着这个不放 看来他跟这个女人感情挺深的 才见几回啊 真把自己当成门话人了 还玩什么一见钟情的游戏 装什么孙子 你能给我一个足够的理由吗 一定要理由 只要一个就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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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hotel configurable 测账 我们永远永远都不会再见了 有人等我 我走了 等等 我给你一个理由 因为你爱我 但是我一个条件 说 不准再和僵尸兄弟来往 前些日子 我们对贩毒分子 采取了两次重大突击行动 使他们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消停了一些 只要在我们视线内的大小毒贩 一直没有大的交易活动 但是我担心呢 也许更大规模的交易活动 正在策划酝酿中 李强同志虽然牺牲了 但是他给我们立了一个大功啊 他从犯罪分子的手里夺来的那袋毒品样品 送到部里 经过更深入的检验之后 现在基本上已经明确了 这极有可能是正在研制中的一种新型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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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极有可能是一种新型毒品 我们奴子之后马上就赶去 变成小毒品 你昨晚依然给我打电话 让我送到来 可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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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给你帮忙 叔叔 你别当警察了好吗 小孩 小孩 就去找你 现在 对 尹副局长要我去北京开会 对 明天就走 我让人给你订机票 不会吧 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 居然让我这么一个云城禁毒大队的队长 特意跑到北京去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 要知道 上面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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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依然 黎依然 你这是干什么去 老师 我要回去 不行 马上给我回学校 有什么事 等我跟你家长联系好了再说 走 我 依然 你这是个听话的孩子 怎么今天不听老师话了呢 好 好 依然 老师知道 你爸爸妈妈离开了 你心里很难受 可是你要知道 你还有赵叔叔 他会像爸爸一样照顾你 爱护你 还有学校的老师和同学 都会爱护你的 你这么不听话 扇子离开学校 出了问题怎么办 老师 我想哭泽了 你 老师 我想爸爸妈妈 老师想他们 我自己认为 什么样的哭泽都不知道 好 那这样 老师给你赵叔叔打电话 让他过来接你 我 你先给他打电话 我不想让他知道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老师 你走吧 我自己能回去 霓展 老师给你回去 我先回去要请个假 喂 是我好哪位 是赵刚先生吗 我是义展的老师 义展 小心 喂 喂 怎么了 义展 义展 你别吓唬老师 义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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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了 他被车撞了 刚刚要送进急救室 他在学校上学上得好好的 怎么会被车撞的 我们学校今天有一个小考 依然交了白卷 交完卷子 他就离开了学校 我追出来的时候才知道 他尿了裤子 他不想让你知道 又不让我送他回来 后来我给你打电话 他跑了 结果出事了 义展 孩子情况怎么样 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老冲的不会不是很好 需要进一步做CT检查才知道 孩子很有可能会失去记忆 失去记忆 但不会影响他的智力发育和行为能力 那他能回复吗 这种情况很特殊 要看他个人的体质和今后的健康情况 óm 日� 日螊醒了 你是 爸爸 是 我是爸爸 是 爸爸 爸爸一直在等依然醒来啊 爸爸 我怎么在这儿 依然过马路不小心 被车撞了 所以就在这儿 被车撞了 我怎么不记得 好了 依然 不去想了 你能醒过来 爸爸就有希望了 爸爸 是我不听话才被撞的吗 不是依然不听话 是爸爸没有照顾好依然 那以后我过马路 您一定要牵着我的手 好 以后过马路 爸爸一定要拉着您的手 依然 等过几天你出了院 爸爸带你出去玩 当前国际范围内的毒品 大有泛滥之势 毒品的泛滥 不仅会严重地威胁 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 和经济发展 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 而且也会 严重地败坏社会封杀 直接导致或诱化各种犯罪 由建于此 毒品犯罪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 一大社会公害 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制止毒品泛滥 已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打击毒品犯罪已成为各国司法机关 所共同面临的一项严峻任务 我国在这个时候成立 打击毒品走私的特别行动小组 正是为了配合国际行政 更好地完成 打击毒品走私的任务 工作室 贝勒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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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也有 år 我先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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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国家的史核心也没想到现在 应该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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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具体了 我们刚刚从联合国进度数得多方位 此种类型的病毒在全世界也是首次发现 中国两个字绝对不能和毒品联系在一起